中國公佈頂在台東的二十幾條意見 總統率頂就表示 中國無勞力制裁台灣人 也講到說新的規定會影響超過高層的台灣人 如果中國是解釋說 這只是占對敵人數 普通八線不會感到 不過海紀會表示這就是一種危險 中共公佈頂在台東的二十二條意見 豪英繼續發覺 總統率頂到進行嚴肅會叫 在這次台灣高雄醫生米酒都可能受到影響 美國國民以相關憲政中國對待言論 叫到威脅和法律節目都好便解釋兩者的分析 我們強調地推薦和平衡的行動 從PRC 公佈的行動 我們繼續勤勸禁 總統府在社群比台發問感謝美鳳的支持 也好由國際憲政中國跟國內法律部去發行為 因為根據台東二十二條 釋放分立國家水上大英法西行 要來國際關切中方是不是可能經由他國印度紀勢 和比國以三九中國 凡是以身釋法的台獨頑固分子 不管其身在何處 國家 執法 司法機關都將一錐到底依法嚴懲 這一份司法文件不針對不涉及廣大的台灣同胞 中國國台辦公集會機關的政策來處理 台灣民眾不需要煩惱 歡迎結局參與兩方交流 不過新疆你們的海紀會 必須領留問家說 中後二十二條意見就是一種微協恐慌 好由民眾到中國以外要修行 並且表達不歡迎看到最近美鳥報道 跟中國官方美鳥 參與台灣電視台政論接吻的接吻 在海紀會立場是我們鼓勵交流 但我們希望是在符合交流的目的 和精神之下來進行 那避免用交流民意 其實從事其他可能要危害到 台灣民主自由體制這樣的情勢 向海神對於西沙國在地 法屬海外發言之家中國三部 市場有幾顆魚 現在就走90檢查海神臨完 入到後上前檢查 跟一百公關的魚在日派中 跟郎和紫文道電阿回來 意外采灰 最近一部調查 記者綜合報道